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云飞 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热娘 我和热娘今天要来咽一下血 抽一管血 因为我和热娘算了一下 咱们是一月份新冠痊愈的对吧 对 对 一月份痊愈的 我们想来咽一下血 看看查两样东西 一个是Igm 一个是Igg 这个Igm我们查的目的 就是想确定一下我们这个Igm的数值 如果是降到零 降到零了 我们才符合回国的标准 对吧 Igm 然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查一下这个Igg 这个Igg就是抗体 我们查着我们身体里到现在还有多少抗体 如果抗体不多了的话 我们考虑要打一下疫苗 我们要打一下这个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已经到达了这个咽血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上 那个绿排的地方 这个地方在俄罗斯的小区里 每一个社区都会有一个这个 对 每一个社区都会有一个这个 它主要是可以负责这个新冠的咽血 还可以负责这个核酸检测 我们今天核酸就不用检测了 我们肯定是阴性的 然后呢我们今天主要是咽一下Igm Igg我们两个一人抽一碗血 然后小雷奥就不抽了 小雷奥就不抽了 因为小雷奥抽一碗血怪疼的 然后得哭半天 他抽没有什么意义啊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一个一个进 人家先进去 然后我后进去 因为他里面也一次性只能去一个人 好了戴着口罩吧 去吧我在这等你 去吧 去吧 我们两个在这等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妈去抽血了 一会妈妈出来了爸爸抽 雷奥想不想抽血 不抽 你不抽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抽的意思 完全听不懂你说什么 说的也不是汉语 也不是俄语 你说的是雷奥语 OK 人家完事了 该我去了 拿着 现在的单独自吃 我去的 和你家里有一些 如果是有免费的话 你会在那里 免费的话 就会有免费 拿着 拿着 你拿着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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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了我这么一罐血 больно это делает 你 больно было 好了 我们现在要回家了 这个结果要到明天才能出来 是吧 我不知道 你 посмотреть 一天到两天 我估计明天就能出来了 因为做这个东西的人不多 明天会以这个邮件的方式 发到热鸭的邮箱里 然后我们明天告诉大家结果 好 回家 我们两个在家 今天等了一天 在晚上七点钟的时候 收到了这个 医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邮件 结果已经出来了 在跟大家说结果之前呢 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体检的这个报告单 就是账单 我们检测了什么 就是检测了这个 新冠肺炎的这个IgM和IgG 检查了两样 这两样一个人多少钱 1590路波 看上个是 1590路波 一个人 这个价值我感觉比较良心了 不是特别贵 还好 大概是150元人民币 在俄罗斯来说算是比较良心的价值 然后呢 等了也不是特别长的时间 大概不到24个小时 就出结果了 对 很快 然后呢 任家现在已经收到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 最后的结果 我们的这个IgM是多少 0 0 你是0 我呢 我也是0 就是我们两个是0 这就证明我们现在完全符合这个回国的标准 回国呢 只查这个核酸和这个IgM 核酸是阴性的 然后这个IgM也是阴性的 我们就可以回国了 然后呢 这个IgG是多少 你 68 我呢 75 他68我75 这个数值相对来说还是很高的 其实按你来说 这个数值越高代表这个越好 就代表你对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免疫力就越高 它是一个好事 但是呢 对我们来说 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现在回中国啊 我和雷奥就随时可以回中国 现在已经满 我和雷奥满足所有的条件 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 对于热尼亚来说 他呢 如果要是回 跟我回中国的话 他需要做签证 现在 给这个 给这个外国人做签证 需要打中国疫苗 打中国的国产疫苗 先不说俄罗斯有没有中国的国产疫苗 就是他现在 热尼亚现在的这个 抗体这么高 60多这个抗体这个数值 我今天咨询了我们的这个医生 就是我们的家庭医生 医生说 我们不建议我们打疫苗 因为打疫苗的目的就是为了产 就是为了产生抗体 就是为了产生这个IJG数值 而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IJG数值了 所以说不建议我们打 会提反应 还是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不建议我们打 所以说我们现在 在这个IJM值 IJG的这个抗体的这个值 没下来之前 我们是打不了任何疫苗 至少再过三个月 就是说半年之内 是不允许打疫苗的 所以说如果回国的政策 没有变的话 就是说给外国人做签证的 这个政策没有变的话 我们至少在三个月之内 是打不了中国的国产疫苗 所以说我们只是回不了国 其实这个新冠肺炎 在俄罗斯爆发的时候 是去年的三月份到现在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对吧 一年多的时间了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 其实我们两个经历了很多 有人问我 有人曾经问过我们 说新冠可不可怕 确实新冠对我们来说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其实相对来说 这个新冠对我们的 这个身体上的这个 折磨来说 最可怕的是 它对我们精神上的脆弹 这一年多来 这两个记不记得一年多来 咱们从这个去年的三月份 疫情爆发开始 一直到这个去年的十二月份 就是说这个 咱们得新冠之前 我们两个基本上是 拒绝一切社交活动 出门都担惊受怕的 去超市 我们两个都是一个人去 然后孩子在家里 然后就是说 因为你得病之前 你是害怕的 非常非常的害怕 你不知道这个病毒 会给你带来什么 所以说我们非常的小心 但是很不幸 我们还是在这个 十二月份的时候 临近这个去年新年的时候 我们感染了这个新冠 有人问我们 我们是怎么感染的 咱们怎么感染 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 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们是怎么感染的 我们已经非常非常小心了 其实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 很难防的 其实你每天戴口罩 每天洗手 消毒 都很难防住这个病毒 所以说 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感染了 我们现在都怎么明白 我们是怎么感染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个病毒 才说对我们来说 这个精神上的摧残 是非常可怕的 有人问我们 说这个中国 现在开始打疫苗了 云飞 你作为一个 这个新冠的一个尽力者 建不建议 我们大家打疫苗 我的建议就是 能快打 就快打 打得越早越好 因为它形成抗体 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因为中国的国门 它不可能一直关着的 因为中国的发展 需要和世界的沟通 一旦这个国民打开 这个病毒会 马上就会进入到中国 如果你没有打这个新冠 你还会像我们一样 在得这个新冠 没有打这个疫苗 和像我们一样 一旦会得这个新冠 其实你得新冠 其实是可怕的 但是最可比得新冠 还可怕的 就是这个新冠 给你造成的 这个精神璀璨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得 这段时间是最难熬的 所以说为了你 为了你的家人 为了国家 所以说建议大家 尽快打这个疫苗 只有你打上疫苗 才会给国家建立一个 无形的一个防护线 才能让这个中国恢复正常 才能恢复与世界的沟通 其实这一场新冠 我们经历下来 从去年的三月份 一直到现在 这场新冠让我成长了很多 我知道了我身边最重要的人 在哪里 其实特别感 其实特别感谢热鸭 在去年 一直到现在 在我失去工作 然后新冠生病的时候 热鸭一直对我不离不弃 一直在我身边 然后没有钱 热鸭愿意陪我一起 啃面包 然后没有衣服穿 热鸭愿意穿旧的衣服 一直对我不离不弃 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然后一瞬间像长大的一样 只知道了两个人在一起 非常不乐 总和热鸭发脾气 现在经历的这些 其实我们两个都在长大 这一场运行 看似给我们带来了很多 但是呢 我认为呢 在很多年以后 等十年二十年之后 热鸭长大了 然后当我们坐在一起 和热鸭聊起这段时间 我相信呢 这是一个 我们回生活的一个 很美好的 那好啊 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和雅各讲到这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